哈囉大家我是安安 今天呢我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 從來沒有在我家出現過的小家店 不管是之前在我媽家的影片 或者是現在在我們家 大家應該都沒有看過氣炸鍋吧 原因是呢其實我媽是有點 抗拒氣炸鍋的 畢竟大家知道長輩他們已經有 非常豐富的主菜經驗後 他們最相信的其實就是他們的雙手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智能型的小家店 是有點小抗拒的 那這次呢也趁著母親節 就是我邀我媽來我家吃飯 然後我打算用氣炸鍋煮幾道 他平常很常煮的菜 然後想趁機就是讓我媽知道說 媽其實氣炸鍋真的很方便 就是平常你常煮的那些菜 他也都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用我這台新朋友 菲利普氣炸鍋來幫我說服我媽媽 那這台呢是最新的菲利普氣炸鍋 HD9270健康氣炸鍋 我大概是三月的時候收到了 然後現在是五月嘛 收到以後其實我就一直都有在使用 因為我剛好算是一個 就是自煮小家庭 我們是算是三餐都會自己煮的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對於這種兩人小家庭 其實你有時候要炸東西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第一個是你的量不多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油也很難處理 然後加上我們現在就是可能吃的比較健康一點 雖然說你還是會想要吃炸的 但是當你自己要起一個油鍋 然後你看到那麼多油要去炸東西的時候 還是會有點想說 蛤是不是有點不太健康 對所以他真的是解決了我一些生活上的困擾 因為你只要把食物丟進去 然後時間設定好 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像我有時候如果我是準備一個 需要大概可能十分鐘的料理 那我就會按著 然後我就會去做一個 就是譬如說十分鐘的運動 那等到我運動完以後我的料理也完成了 所以這樣使用下來 我真的是覺得氣炸鍋還蠻方便的 那我今天就是也希望用我這個角度 然後可以把氣炸鍋推薦給我媽 這一台SD9270健康氣炸鍋 也可以叫它數位大白 那菲利普有另一台數位小白 這一台叫數位大白 顧名思義就是因為它容量更大 它主打五人份 然後是6.2L 整體外型也是一個非常簡約漂亮的全白機身 然後上面呢是液晶式觸控面板 下面的柵欄也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同樣也有安全鎖 所以說如果你已經是菲利普家的愛好者 這一台基本上你是可以完全無痛接軌的 就是沒有磨合器 你就可以上手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在這之前沒有用過氣炸鍋的氣炸鍋小白 也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它的操作非常的直覺 然後在這個液晶面板上面呢 也有七種菜單模式 你就是有一些它內建幫你規劃好的菜單 你可以去做參考 那那個菜單模式按進去之後啊 其實你也都還是可以再去做一些微調和設定 或是你想要從零開始 就是自己完全的去設定溫度還有時間 也都是可以的 就它整體來說它的設定上是非常彈性的 那等一下呢我媽跟我妹就會來我們家 然後我現在要準備去備料 那這次就是為了提前慶祝母親節嘛 所以我也準備了一些料理要做給我媽吃 好的那我們第一道呢就來做我們的炸豆腐 這一個雞蛋豆腐我就是直接抹油不裹粉了 但是你如果想要做這種日式類是什麼 羊豬豆腐啊那類的 你也可以在上面裹一些麵包粉 那它炸出來的口感就會更酥脆 因為這一台氣炸鍋啊 它底下有一個那個專利的海星盤 它能夠360度的就是讓那個熱對流更好 所以它是不需要解凍 然後也不需要翻面的 像我們平常在用那個平底鍋煎豆腐的時候 你可能常常會因為翻面的過程 就讓那個豆腐碎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下 你用氣炸鍋就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不用翻面然後你就這樣整個送進去 它就會完整的出來 那個豆腐的形狀就會非常的漂亮 這個烘焙紙就是圖一個方便 就是你不想要清洗 但是它多少就是會影響那個對流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斟酌一下 但因為我今天就是因為要拍攝的關係 減少那個就是洗的時間 所以我就選擇用這個 那我們這樣把它放進去以後呢 我先設定大概180度10分鐘 4 5 6 7 8 9 10 好 那在現在我們等待那個豆腐氣炸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趁這個時候來調醬 就是我覺得氣炸鍋它很大的優點就是這樣子 你把它丟著放著 你就可以去做你其他的事情 OK 第二道呢我要來做的是醬烤茄子 就是我不太敢吃茄子 那這一道呢是特別做給我媽吃的 因為我媽平常都會自己在家就是蒸茄子啊 水煮茄子什麼的 醬烤茄子呢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那個醬油跟麻油調和一下 然後我自己會再放那個烤肉醬 就是更有那種烤茄子 醬烤茄子的味道 片都均勻的沾到 稍微的給它就是醃一下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它有那個酥炸的口感 所以就是可以裹這個粉下去氣炸 好那我們現在那個粉都裹上去之後呢 最後要進去氣炸的階段呢 你可以在上面再均勻的就是抹上一些油 或者是你要就是用噴油罐噴也可以 反正就是讓它就是再吃到一些油這樣子 像它這邊啊就是有這種七種模式 然後像這個是那個蔬菜模式嘛 你可以直接選 但因為我今天就是想要快一點的話 所以我是把它設定成190度 然後大概是10分鐘 我們先用那個10分鐘來設定 再來之後呢你就按這個開關 接下來呢這一道就是我最期待的 就是炸湯圓 這個完全是我自己私心想吃 然後把它加到這次影片裡面的一道菜 想吃多少就有多少 隨時想吃都可以 半夜想吃也沒關係 那炸湯圓呢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需要的東西非常的單純 就是一盒就是紅白湯圓 或是任何你想要炸什麼湯圓都可以 然後花生粉跟糖粉 然後每一顆都均勻的抹上食用油就可以了 那像這一台氣炸鍋它的容量空間很大 所以對於這種比較炸雷又會膨脹 然後需要空間的食材 它就非常的方便 擺好位置了之後呢就可以放進去 那像炸湯圓它是屬於會膨脹的食材 所以說呢它的時間我就會調整的比較短一點 等於說少量多次 然後你每一次就是取出來觀察一下它的狀態 那最一開始呢我就會先用130度 然後3分鐘來炸第一回合 1度 然後3分鐘 這完全就是一個外面的那個炸湯圓啊 就是你在那個喜宴或是你在顯出雞店吃到的炸湯圓 它的狀態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我要來做的是香蕉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那需要的食材呢就是桌面上的這些 但這個香蕉呢是我公公也就是好我的爸爸自己種的 然後給我們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我可以把一些拿來就是做一些料理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加進我的那個布朗尼麵 變成香蕉巧克力布朗尼 那做那個巧克力布朗尼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把糖跟蛋混合在一起 糖呢大概就是兩大匙左右 把蛋跟砂糖的攪拌一下 就是其實做這個巧克力布朗尼蛋糕跟我之前有做的那個巴斯克還蠻類似的 就是其實你就是把它所有的食材就是mix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再加大概25克的巧克力粉進來 那麵粉呢要先過篩 我這邊已經過篩過了 然後也有一些是灑出來的在這邊 好它現在是一個非常濃稠看起來超好吃的巧克力糊 好那我們現在那個麵糊已經放進我們的那個烤模了嘛 那在烤之前呢你可以稍微的就是敲一下它 或是把上面的那個氣泡搓一下 這樣子等一下你烤出來的蛋糕就不會上面就是有一些坑坑洞洞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布朗尼送進去氣炸鍋裡面烤 那我自己是烤大概160度然後10分鐘左右 我媽來了 我媽跟我妹剛剛已經抵達了 剛剛好我現在就要做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炸排骨 那關於炸排骨這個醃料呢 我也事先跟我媽偷了它的秘方 它的秘方呢其實就是隨便加 我自己是前一天就先醃就是醃隔夜 我覺得味道比較進去 那這邊呢是我昨天已經先醃好的排骨 然後大家醃好了以後呢 一樣就是上面把它裹那個就是 木薯粉也就是地瓜粉 讓它有那種炸起來酥脆的感覺 炸之前就是一樣再把它噴一點油 就是在用氣炸鍋的時候 雖然它已經可以幫你省掉很多 就是你平常要炸東西的那個油量 但是它還是要有一些適度的油 它才能夠就是炸出那種酥脆 然後就是有點模擬炸物的那種口感 那這個排骨呢我也是分兩階段炸 它總共需要12分鐘 那我自己的習慣是用180度 然後各6分鐘 就是6分鐘之後就是拖出來看一次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一共12分鐘 炸的過程呢 你都可以隨時按暫停 然後把它拖出來看 最後一個階段 我們的炸排骨重頭戲炸排骨來了 快這個 快點快點快點 快這個 快這個 跟炸的一模一樣 跟炸的一樣對不對 那那炸了半天 這12分鐘就好了 看 全部都是用這一台做出來的 這邊 5樣 有甜有鹹還有蛋糕 這邊呢就是我今天用氣炸鍋 做出來的5道料理 就是炸排骨 醬烤茄子 老皮嫩肉 巧克力布朗尼還有炸湯圓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媽還有妹來試吃看看 嗯 很快 好吃嗎 我自己還沒試味道好精彩 嗯 好吃 這個炸的外面脆脆的 然後裡面不乾不柴 還有汁嗎 有 有汁 對 一般我們家裡不敢用炸 用炸的會更脆 但是炸的時候那個油不曉得要怎麼處理才好 對啊 美食 那一鍋的話要怎樣 而且很省事啊 你就不用顧 平常在那邊顧那個油 然後他在那邊吸那個油也 因為這樣子我才敢吃吃 我用烤肉這樣去醃 然後再裹那個粉去炸 你要不要試試看 完全沒有茄子味 對啊 因為我跟我妹都不敢吃茄子 你就把它當作蔬菜一樣這樣子嗎 真的沒有茄子味 對啊 沒有茄子味 就是等於一般蔬菜一樣這樣嘛 這個豆腐炸的很漂亮 因為你知道你平常如果用煎的 它就是很容易碎掉 然後你用這個炸你就把它丟進去 拿出來它就是完整的 你也不用去翻它 炸上面也可以做耶 但是有像吧 像很像 很像喔 這是阿寧喜歡的巧克力粉 而且我還家香蕉 香蕉是他爸種的 你看看 你這樣子弄的話你不敢吃茄子 你也敢吃 我覺得排骨最好吃 最省事 因為你平常弄那個是太麻煩 你還要用那個油 對 我會去弄那個 我最喜歡那個 你最喜歡那個 我就是為你做的 這個 真的 因為你喜歡巧克力 我真的是特別為它對 裡面還有絲絲 人家攝影師也要吃好嗎 我覺得排骨真的很不錯 很不錯 不錯 我回去也要試試看 等一下那一台給你 省很多事情 好那這台氣炸鍋呢 就算是我近期用到覺得很喜歡的小家店 就它真的是幫助生活上非常多 就是不只是我們想要隨時吃炸的 或是那些油你都不用處理 因為像之前就是住在家裡 不管多麻煩的菜都由我媽處理 但是要自己搬出來住 就是更覺得有這個真的是幫上很多忙 所以它現在不只是我的就是生活上的小天使 也是我的小寶貝 那今天體驗下來呢 就是我媽跟我妹都非常的驚喜 然後我媽非常驚豔 就是這個氣炸鍋完全可以炸出 就是外酥 然後裡面還有汁的牌 煎阿烘阿烤阿 或是像我今天做的那個布朗尼 它樣樣表現也都是一級棒 所以就是分享給大家 像現在母親節 不管大家是想要自購 或者是想要送給媽媽 那氣炸鍋就是你丟進去以後 你人就可以離開 就是也不用在那邊吸那個油煙 那這部分我自己都是覺得非常棒 那這有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我們用氣炸鍋做出來的這些料理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 一顆蘋果 對啊我只是一顆蘋果